作曲 李宗盛 殘雞拿 我覺得反而是觀眾比較留意我做到這些角色 我其實祈禱 祈禱了兩年 希望入色控 因為色控的模式是早上開工 起碼我下班我還看到太陽 我們做演員這一行 不是每個人都會覺得這件事是好的 可能大家都會習慣做貓頭鷹 但對我來說我喜歡的 這是我自己的喜好 因為日以繼夜以連累月去奪磨一個角色 可以給我更多的空間和更多的機會 將一個角色轉得更加深 轉得更加立體 行內的讚美他們都會覺得是好的時候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開心不是因為多個表演賺 而是我做的事被監製或編劇認同了 摸到 摸到 晚上睡覺打側身摸到 我為什麼今天 我會覺得真的不應該害羞 真的一定要跟大家說出來 是因為我都經歷過很多很無知很無助的時候 我在這個工作範疇 我是不是可以做更多呢 那我就決定 別人問我什麼我都說了 我希望有機會碰到這個病 或者碰到這個困難的時候 不用擔心 因為走得過一定走得過 現在我們所理解的一些化療 或者一些癌症治療 也都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多副作用 至少我打化療針的時候 出現在我身上的副作用 我能夠承受到 我記得有一次打到第三針 有一些不開心的事發生在我身上 我直接抱著胃 我不知道頭頸好 我一定會跳開 因為真的很不舒服 那我就發覺 原來情緒真的很影響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現在自己有一個訓練給自己 就是千萬不要把一些不開心的事 或者一些小器、仇的事 不要把它隔夜 也不要把它延長 當時我培養了一個意識 就是我一定要對自己好 我一定要吃得好 一定要開心 自己去愛惜自己 當我去經歷一個大困難的時候 我當時的男朋友 他真的不理不器 他不懂得煮飯 當時為了照顧我 他什麼都學 因為我當時很難會再有小朋友 當時也有想過 不如不要結婚 可能他會有更好的選擇 但是到最後 他覺得兩個人一起 不是如我這樣想的 所以 一、三年的時候 大家就結婚了 以前經常都會說 有空出來喝茶 好呀 找日 找日吃飯 好 找日 但是 現在我覺得 你想做的 你就要做 你有機會對朋友好 你有機會可以見他們多些 那就要做 千萬不要說找日 因為 你可能 明天 或者他沒有機會 或者我沒有機會 我學會了 珍惜我的時間 去廣東